6月毕业朝 从校园走出来的学子们 即将成为社会新鲜人 据统计 对于求职这件事 感到恐慌的人数比例 已经超过去年的95.7% 和前年的95.3% 求职恐慌度达6年新高 但面对工作 恐慌的只有职场菜鸟吗 根据快乐工作人调查发现 台湾员工身心状况不佳的原因 42%是过度繁重的工作 35%来自人际关系不和谐 职场上的酸甜苦辣 伤胃伤脑更伤心 你 还有你 别再让身体承受强大的折磨了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找回身心灵最佳的状况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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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医学大联盟》 求职让社会新鲜人恐慌 工作让上班族身心灵受创 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来宾 面对工作这档事 是 首先让我们欢迎国贤哥 请今天就欢迎傅兰妮妈妈 接下来欢迎紫婷 最后欢迎庄宇宝 上班就像上战场 小心同事扮猪吃老虎 歡迎四位来宾 我们一起来介绍 今天的医师专家群 家医科医师洪伟杰医师 大家好 营养师我们郁金营养师 大家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只要跟着我们节目一起答题 《上医学大联盟》的粉丝专页 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精美好理 然而今天 优胜者可以得到 每日换颜定 以及提升保护力的益生菌 和每天盖盖粉 所以你们要加油了 邀请四位来宾 进入我们的答题区 GO 选择号码进行答题 答对者可获得100分 并拥有医学百宝箱加分机会 比赛结束最高分者 可带回精美好理 好的 首先我要先骰出第一位答题者 Who is the lucky one 我太紧张了 我忽然你 我忽然你 你加油 太重了 不是 加油 加油 不要 你不要出来 我好喜欢这样有镜头 你是第一位答题者 从布蘭妮妈妈开始 我们顺时针开始答题 布蘭妮妈妈请给我一个 Lucky number 1 好 我们来看看 第一题会是什么题型呢 我 职场菜鸟题 职场菜鸟的哲学就是 不会就要问 不要不懂装懂 记不起来就要做笔记 但是还有很多的生存小技巧 都藏在这个生存的法则里面 请问根据JU职场翻滚 部落客调查发现 哪项职场地雷踩到最没命活 1 在厕所里说闲话 2 装得跟大家很熟 3 问题问了第三遍 我用我朋友的小孩 他就是因为到职场 他是个菜鸟 他不懂 他装懂 然后人家在开会 还是在发问的时候 他太多话了 你知道吗 然后一问再问 人家说不是 然后他又问第二次 又问第三次 我觉得就是 可能人家会很讨厌 就是问了又问话太多 布蘭妮妈妈说的1是有道理的 因为像我之前是偶像团体出来 不需要强调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们是 我带来是偶像 都是 因为我们团体人多 就很爱讲 偶尔会讲一些主管的坏话 我跟你讲 除了厕所之外 千万要小心手机 有一次是我团员 再有另外一个团员 然后大讲主管坏话 就讲一讲 手机莫名其妙没有按智慧所 直接播出给主管 天啊 也太衰了吧 很久 十秒 而且是那一种 完全没有包装的那种说 就是他就很这样 就是大抱怨 然后我们怎么会知道 那主管知道呢 是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开会 因为商品公司 对 那主管直接 定报那种团员就说 怎么样 不满意可以讲出来 不用走这种私底下的途径 对 当然是一个团队 团队就应该要互相 把真的话说出来 你是不是就坐在后面 撥电话那个人 不是 真的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可是在我身边发生的 几乎都是第三题的问题 对不对 可能是比例问题 那你身边有答案了吗 应该是在厕所好了 我跟你说 你讲得这么长 我能帮你补充那么多 你还说是谁 我只来一张 没有礼貌可以打人好 在什么样子 他也是前辈 我故意把他讲错 然后在那边 不是 你是前辈 他是长辈 他长辈 对 来 布莱尼玛请作答 在厕所讲什么话 所以你的答案是1 在厕所讲闲话 对 他的答案是1 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还好是 我一开始我就跟你讲答案了 你还干扰我 还是你吗 对 你真的是在干扰人家 来 我请到洪伟杰医师 因为这三个事实上来讲 在职场都是不太好的 装熟这件事 因为有些人去职场想说 很尴尬 很怕我尴尬 就你好 郭杰哥 而且第一次见面 根本大家都不认识 硬要装熟 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很不真诚 另外一件事情 为什么不要问三次 因为职场真的是打忌 大家如果前辈在教你事情的时候 教一次 大家觉得还可以接受 犯错犯一次也可以接受 两次勉强接受 我们三过就是错三次 事不过三 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会对你的专业能力 产生质疑 也会觉得那我教你干嘛 不如就干脆就不要教了 你就自己来 可是第一件事情最严重 如果你在厕所说坏话 你的所有的 别人对你的同事 对你的 你再也不用做了 原因是因为你后来 再怎么改善 再怎么表达真诚 人家心里有没有芥蒂 觉得你可能只是表面上 这样子做 你可能私底下还是怎么说闲话 私底下怎么偷偷的 捅我一刀都不一定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伤害最大 恭喜布兰妮妈妈 你第一个就答对了 可以进入我们的医学百宝箱 加油 医学百宝箱 妈妈 这是一个加分题 很有可能会为你加到高分 所以要好好选 我要对 对等的 那我9号 我们来看看9号会是什么呢 再加100分 真的 直接有200分了 已经累积200分 下一位答题者是 國賢哥 加油 加油 来 要选一个号码吧 我就选布兰妮姐姐隔壁的2号 2号 我们看看2号是什么题 上班要健康题 根据调查有47.6%的上班族 有肠胃疾病也就是说 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 有肠胃疾病 会就会害肠道不断地发炎 会让内膜增生 也就是所谓的 那问题就来了 请问下列哪种工作形态 最容易害肠道长息肉 1 工时不顾顶 2 重度加班者 3 日夜轮班制 我自己来讲 我只要在工作状态当中 我就是会比较容易紧张 然后就是沾沾沾沾沾的 那你有长长息肉吗 我其实没有 但是我有 就是有 就是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在拍戏当中 你会不知道什么时候 要进去拍 常常会这样子 你不上 他都不拍 你一定要上 瓜哥 进棚了 让我后来 我有几次 我就是进去 我裤子才脱下来 我才坐上去 瓜哥 进棚了 又穿起来 你知道 那个在 你那边忍着 拍完一场戏 好多痛苦 既然你没有长息肉问题 你干嘛一直在纠结 在第一个选项呢 重度加班 表示他工作的工时也很长 日夜轮班 有时候早班 有时候晚班 那个我觉得还好 因为那个我问过 最常有的就是像工厂 或是说 医院的医生或是故事 他们就是轮班子 那个其实一个月班表 都提前出来 你会知道说 你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早班 什么时候晚班 什么时候可以睡觉干嘛 所以你觉得像我们这种工作 像我们这个是因为 我们抓不定时间 所以就会造成压力很大 哥 我跟你讲 我长过席肉 你长过席肉 因为我自己是很在健身 但我很不喜欢吃菜 然后我又就是熬夜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是睡觉时间不固定 然后我就是去检查 就是大肠筋骨 为什么去检查 是因为我发现 我大便的那个形状 好像有点 不太团结 而且我为什么 一直都是稀稀的这样 我就觉得很好奇 然后刚好 我都要做全身健康检查 然后我姐姐是护士 她叫我说要去检查一下 我就一检查发现 因为她是全身麻醉 然后医生醒来之后就说 你没有痔瘡也都很正常 但是你的 那个大肠里面长了一个 他就叫我要把这个饮食 比如说你不能一直吃 高蛋白饮食 你可能还是要 太累了 所以我是长过席肉 我听羽毛这样讲 我可能确定应该就是1了 请作答 我选择2个是1 好 我选择2个答案是1 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答案是3 是 来 我们请教洪伟杰医师 当然席肉是很重要的警讯 因为他席肉慢慢长 慢慢恶化的话 就有可能变成大肠癌 如果你有提早把它处理掉的话 就可以减少癌化 变成癌症的一个几率 那怎么避免席肉产生的钙癌 其实大家有没有讲得很清楚 就是要多吃一些纖維的部分 避免一些榨泪 腌制 烧烤 作息正常 不要压力大 可是这些事情 不是用想的就可以 生活总是会有各种压力 所以压力跟席肉是很有关系的 第二件事情 公时比较长的话 他后来发现 跟我们的肺癌 跟大肠癌 以及摄物腺癌 都没有关系 那唯一有关系的 公时一个礼拜 如果说超过55个小时 跟女性的乳癌 直接会多有60%的几率 好 癌的几率 第三件事情的话 日夜轮班 这个伤害就大了 他后来他找的是5000人 这个研究真的就是做大肠息肉 不是看癌症 直接看息肉的部分会不会发生 结果发现 日夜交替这种状态 大概大肠息肉的几率 会增加22% 比较有关的是因为 我们作息不断在日夜交替的时候 跟我们身体时钟混乱会有关系 那我们的吞黑激素分泌 会更加地混乱 所以这时候癌化 慢慢地大肠癌 或大肠的前病变这种息肉 就几率也会增加 好的 郭先生哥很可惜 没有答对 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医学百宝腔 所以下一位答题者是 宇萌 好 好 再来一个 宇萌选一个号码 最后面的好了 12 12 我们看看12号是什么题型呢 还有 情绪控管题 我们在职场上情绪管理也是 专业必修的学分之一 一旦负能量超标 情绪大失控 最后的后果真的也让人无法想象 所以请问 从小到大都偏识的人 情绪控管能力较差 对或错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对的吧 之前有个朋友他很爱吃甜的 他脾气就非常非常差 他比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又老 然后你 不对 我也是喝全塘饮料的 我没有这样 所以你今年几岁 为什么要说水素 很感情 他情绪管理就很差 所以我觉得偏识的人应该是 会比较差的 我觉得我以前是喝全塘的饮料 真的 全塘吗 一天要两杯 你知道吗 我走出去 太可怕了吧 我走出去看到我为什么是红灯 为什么不赶快变绿灯 人家都要生气 就会很暴躁 就会很暴躁 莫名其妙人家走过去 不小心撇到你 碰我干嘛 现在疫情期间你怎么可以碰我 但是莫名其妙 我会跟我自己讲我是不是疯了 但是就一直没办法控制 但是我后来 我发觉 因为我姐 詩佳姐 她就跟人家讲说不要卖我姐 你姐 詩佳姐 她说詩佳姐是你姐 她是我姐 我还没叫她干妈 对 她在电视上讲说 不要卖我妈全塘饮料 我现在走出去 半糖 三分甜 我说不买 她说你姐也说不能卖 你今天被嚇了 太甜了 但是我发觉 就是我没有喝全塘饮料之后 少吃甜的 我去控管 我出去看到人就 整天都很愉悦的感觉 客口常开了 所以羽毛有答案了吗 有答案了 请做答案 我觉得是对的 她的答案是yes 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恭喜张杰宇 我们请到王玉京養师 听到喝全糖 其实还蛮可怕的 因为现在其实真的 越来越多的国际研究都说 小朋友不要给他吃过度的糖 因为他整个就会很暴躁 然后他的大脑发育会有问题 然后他就会有越来越多这种 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或是过动人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也看到一个 很特别的研究 就是在日本的京都大学 他就找来了大概200多位的儿童 就是3到4岁 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 他去看说他们的肠道菌 的菌虫跟他的情绪控管的风险 他们就从他们的粪便简体 去筛选他们的菌来看看 结果发现说这些 比较有情绪障碍的小朋友 他们粪便里面这种 促进发炎的坏菌 的菌虫比较多 比较多 所以他就在深入去研究说 他们的饮食到底 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 果不其然 他们都是比较 飘食的 比较偏食 那偏什么呢 就是比较偏这种 可能甜食 油脂类 就是比较不喜欢吃绿色的蔬菜 黄色的蔬菜 红色的这一类的东西 他们不喜欢均衡饮食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追踪 就发现说这些小朋友 他们长大之后 真的比较等不到绿灯 他就很容易生气 后来就是情绪控管 比较没那么好 注意力也没那么好 所以确实跟大脑有关 大家听过快乐荷尔蒙吗 有 比如说血清素 多巴胺 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你可以分泌这样的东西的话 其实人的情绪会比较稳定 你会比较快乐 比较放松 可是这个东西 绝大部分八 九十 都是来自于肠道去分泌跟制造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先去顾好你 消化到你肠道的功能的话 其实 心神方面的一个问题会比较多 常常都处于一个暴躁的状态 是 没有错 恭喜羽毛答对了 进入到我们的音学百老乡 你们要选几号呢 给个五八 五 中间的五 可以给羽毛带来啥 运动加加分 周羽毛请出列 今天的运动加加分 要做的就是这个 跳箱战略运动 立定上下跳会吧 立定上下跳 对 你知道高强度间歇训练 是交替进行的短暂剧烈运动 它提供有效的心血管锻炼 比起持续的中强度运动 更能增加你热量的燃烧 还能促进新陈代谢 姐 我觉得这个对于唱跳歌的手 来说应该是一个小案子 小案子吗 但是我们要先请介绍 唱跳圈的前辈 我们的快点 快点 你刚才说这个什么 跳箱站立运动 对 哥哥怎么做 我连站 我连爬可能都有问题 你说你已经跳上去是不是 对 这样 算了 加油 好 这样就好 轻轻 轻轻 示范一下就好了 毕竟年纪大了 儿子也还小 好不好 30秒 好的 一下20分 一下20分 10下就200分了 我哪有认真哪一家 对 12分 白 来 来 就另外 預備 计时 开始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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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tt 火力全开 虽然看起来有点后继无力 但感觉还是可以得到 蛮高的分数 3 6 2 7 8 5 5 28下 恭喜 营繪直接加到 560分 10 抢到 太厉害了 羽毛可能是一下搶到好多分數 後面都不想答題了 但是 但是我跟你說 這很難講 因為我們這裡面還有 分數歸零的選項 留給你 不 留給你 接下來也不一定了 換子婷來答題了 子婷來選一個號碼 我的背號是3號 那我就選3 3號 我們來看看 3號的題型是什麼 面向題 直場面向題 有一些公司老闆挑幹部 專門會去看星座 生肖 八字 血型之類的 甚至有一些會從面向去考量 那麼請問 在心理學家的眼中 哪些面向能力擅長社交 1 偽善臉 2 厭世臉 3 微笑臉 這個很難選 你可能會不知道對不對 我請一個專業的演員 來演給你看 好 好 來 國賢哥 什麼是偽善臉 什麼是偽善臉 不錯 他就是你 我還不然妳姐姐 今天這樣穿這樣 滿好看的 偽善 好 那什麼是厭世臉 看你我不開心 我就是要讓你不開心 好 妳不要再煩我了好不好 微笑臉 姐 真的愛 你們哪是玩笑的 堅成吧 等一下 不是跟偽善臉跟微笑臉也太像了吧 天啊 妳還是自己想像好了 我還是想一下 我自己解答好了 自己偽善臉 對 我想想看 我覺得那個偽善臉好了 因為像我身邊有一些人 最近不知道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測試一個心理 心理題 就是 就是大家會去算說 妳是 我身邊就會有人說 我愛情人格 我平常很內向 然後我心裡想說 妳很內向 怎麼會講話講得很像 很外向的感覺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種人是不是有點偽善 他就是愛情人格 可是他用這個方式 跟大家拉近距離 然後反而變成社交話 那梓婷有答案了嗎 有 請作答 我的答案是 1 5 好 梓婷的答案是1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答錯了 竟然是 驗士臉 我們請到宏偉潔醫師 驗士臉指的就是 大家覺得好像他真的不快樂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 讓他真的覺得開心 可是為什麼他擅長社交 是因為他輸在了起跑點 他就要贏在後天的努力 一開始人家看他都覺得 好像對什麼事情都不快樂 好像沒有很期待 所以他為了要讓人家發現 覺得他其實是很喜歡這份工作 或者是他很喜歡這個群體 所以他只好更努力 去訓練自己的社交技能 讓別人知道 我其實好快樂 我覺得其實很快樂 其實露情 所以其實這種驗士臉的人 他反而很需要努力 去訓練自己的社交技巧 真的 所以他一開始在起跑點上 就已經落後人家了 所以要更融入族群的話 他在社交能力上的佈足 就會比別人要求更加地嚴格 好可惜 子婷沒有得分 沒關係 沒關係 下一回合繼續努力 接下來換布蘭妮媽媽 來 選一個號碼吧 4號 4號 是保養品 瑞典有像研究發現 壓力大的人會因為 腸胃疾病而住院的危險性 會增加1.5到2.3倍 不安的情緒會影響到你的自主神經 引起胃部不正常的收縮 就會導致 胃痙磷的情況發生 那麼請問 上班的時候突然發生胃痙磷 要用哪一種舒緩的方式是錯誤的 1 喝熱牛奶 2 馬上穴道按摩 3 熱敷 我自己平常如果有胃痙磷的時候 或者是胃脹氣 我就有問醫生說 我可以能做什麼方式 結果那個醫生是推拿師 他就說其實你可以靠拉筋 就是把這一節的肌肉緊繃 放鬆 放鬆了之後我真的排氣了 對 真的 第一次聽過 都要怎麼拉 記得嗎 我可以拉 可是這個動作有點不能省 而且他現在穿轉去一下 你是故意的 我現在可以示範 我現在可以示範 我示範 你會青蛙腿嗎 就像青蛙一樣趴在地板上 青蛙腿是怎樣 對 你要先趴著 然後腿要打開 然後像青蛙那樣子趴 腳要彎起來 對 然後往前趴 對 對 手要下去 手要下去 手要上直直 對 就這樣 這樣子 對 這樣有拉到 沒錯 這樣就可以排氣 慢慢排氣 對 我自己會更極端一點 我會直接整個屁股都貼在地板上 那這樣超快的 妳不能示範 妳就不要再一直講 而且就不開 有 妳剛剛很開了 妳剛剛 他們都拍到了 辛苦了 謝謝國賢哥 他們都已經示範成這樣了 不然沒有答案 不是 因為 因為我 妳還在講 妳都在外面洗了 我要結論 結論 所以我覺得 按摩穴道那個可以 放鬆的 因為芷婷這樣講 我覺得可能是 喝熱牛奶 會讓我的胃有脹氣 讓我 會 更脹氣的味道 更脹氣是不對的 所以1應該是錯的 對 請做答 1 媽媽是不對的 好的 布蘭妮媽媽的答案是1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好厲害 好厲害 來 歡迎來到王玉京養師 其實喝熱牛奶這件事情 其實你剛喝下去 因為它是液體 你喝下去 你可能短暫地會覺得說 好像疼痛感沒有那麼地明顯了 可是你在過個十幾二十分鐘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痛感 或是那個抽筋的感覺 靜卵的感覺又來了 因為其實你的胃部 可能本來就有一些發炎的問題 這個時候你喝熱牛奶下去 你只是短暫的 可是你知道嗎 牛奶裡面不是只是純粹 我們喝水的液體 它有糖分 它有乳糖 它有蛋白質 它有脂肪 在這個時候其實都會增加 你消化的一個困難 但是如果像熱膚 我們剛才講的 你平躺之後 熱膚其實確實是可以舒緩 再來就是穴道按摩 有三個穴位 其實真的還是可以去緩解 我們的這種胃靜卵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的話就是 涼秋穴 膝蓋外側 然後往上 大概三個指 三個指寬的一個部分 那裡有一個叫涼秋穴 這個部分的話它就是 還算是滿可以急救的 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時候 如果壓對穴位的話 再來就是下面 就是 這大家應該比較知道 對 竹山裡穴的這個部分的話 養生長瘦的一個大穴 所以很多人都會按那個地方 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可以去調和我們的一個 腸胃的一個機能 讓你比較舒服 再來就是手 手腕這邊 我們中心的位置有沒有 指寬的地方 那裡有一個 內關穴 這個部分的話 它也是可以去挑離我們的腸胃 所以這三個穴位其實 在你真的很不舒服 沒有辦法平躺 沒有辦法熱敷的時候 稍微按一下 應該可以幫你去 撐過一點時間 讓你比較舒緩 然後不要那麼地痛 這三個穴位 大家可以記起來 這三個穴位 上次就不會那個了 怎樣 你上次怎麼了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平常你可能腸胃有問題 或是說經常胃痛的人 他在家裡面 一般都會背一些這種腸胃藥 對 因為從來沒有胃痛過 但是有一次就是因為 朋友來家裡找我 帶一些什麼 豬血糕跟啤酒 那時候我想說 因為那時候其實空腹 對 就先喝了一口啤酒 然後又吃一個豬血糕 吃完沒多久 我就發現 肚子開始有點不舒服 本來以為是 可能東西吃了不適應 不行 吃壞肚子 那我就開始有點變異 我就去上廁所 結果一坐上馬桶之後 我發現 然後我整個就開始 一腳痛到一個不行 這麼痛 後來我就還有一點力氣 我就趕快敲 我就用力敲 敲旁邊那個磁磚 然後讓外面那個人進來 我說趕快 帶我去醫院 送到醫院去 然後他就說我急性什麼 胃精卵什麼之類的 造成我全身沒有辦法動 我嚇到 一次我就嚇到了 好可怕 從此之後我在家裡面 我就開始也放一些 胃乳片 胃乳 平常我覺得還是要注意 就是說飲食上面 真的要很注意 真的 恭喜布蘭妮瑪答對得到100分 來可以進入我們的 一學百寶箱 謝謝 來 選一個號碼吧 3號 3號 看看3號可以帶來什麼呢 100分 好厲害 目前布蘭妮瑪是第二高分 接下來又輪到我們的 國賢哥答題 國賢哥 選一個 真的是Lucky7 是什麼題型呢 我講是腦筋 腦筋 集團題 真的 滿適合你的 好 請問 哪個職業的工作者 最需要被安慰 1 社工 2 律師 3 天文學家 姐 妳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律師 我老公跟我兒子都律師 老律師 問我什麼 因為他需要我安慰 對 太難了 我安慰 會不會正常 因為我想過 選天文學家為什麼 他最需要被安慰 因為他天馬行空 他不知道要選哪一個目標 不是 因為他每天不是 他看望遠鏡嗎 他在看星星 他們需要被 投擾 真的 所以你的答案是 3 天文學家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加油 很厲害 很厲害 幸運 恭喜郭先生得到100分 進到我們的伊學百寶蝦 來 我的幸運數字看來是7 Lucky7嗎 所以我依然選7 看看是否為你帶來你的 幸運 終極加加分 終極加加分是製作單位 量身打造了一個加分的機會 今天製作單位設下的關卡是什麼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今天要玩的是 我要掛號拳 什麼意思 我給你一個福利 請出我們最美麗的 王鈺清營養師 真的嗎 讓你跟他來划一個拳 掛什麼號呢 第一個是 頭好痛 頭好痛 第二個是 無時間 無時間 第三個是 剪刀說不完以後 贏的人就要先大喊 然後就開始 頭好痛 頭好痛 無時間 無時間 我受傷了 保護 他就好像台語講是不是 對 他就很害怕 來 我們請到王鈺清營養師 剪刀說不 醫生 我要去掛號 肚子痛 肚子痛 是這樣子 但是你剛剛說40歲 這樣就不算 你這樣就不算 好 可以 好 這次 來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好 醫生 我要去掛號 無時間 無時間 好 恭喜國賢哥得到200分 輕鬆鬆得到200分 好 下一位換主 羽毛來答題 好 來 羽毛 10號了 10圈10美 10號 我們來看看10號是什麼題型 10號是 職場環境題 夏季進到辦公室 能馬上吹到冷氣 但是涼爽的冷氣 接下來就是聽到 阿咻 阿咻 然後就是心鼻涕 的聲音 所以小心 夏天也會讓 過敏大爆發 那麼請問 害上班族過敏大爆發 哪個原因是錯誤的 1 辦公室黴菌 2 室內外溫差大 3 吃優格減肥 我覺得1 應該是有可能的 因為辦公室有時候 有些地方沒有洗 像是什麼 尤其是那種冷氣有沒有 或空 或地毯 或地毯 地毯最容易有黴菌 太髒了 可能會過敏 或是你會暴疹 但是還有2 室內溫差也有可能 像有時候夏天 可能室溫是25 26度 但外面可能是30幾度 然後這樣子進來 就是我剛剛講的 吃個午餐 很多人都這樣打噴嚏 然後貓水餃 整個桌子都是 所以我覺得1跟2應該是 造成過敏發作的原因 3是因為我自己 本身有在吃優格減肥 所以我覺得吃優格 應該是會對身體 腸胃比較好的 所以 錯誤的話應該是3才對 3應該是正確的 OK 對 所以你有答案了 我的答案是3 好的 它的答案是3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恭喜答對 來 我們請到王玉君養師 像我們台灣其實 本來就是海島型的氣候 比較潮濕 其實就是養黴菌 一個很好的環境 調查發現說 大概每一平方公尺的話 就有一千支黴菌 在那裡飄啊飄 但你根本看不到 你就是一直狂吸 所以 黴菌是一個很嚴重 導致過敏的一個過敏源 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甚至是對上班族來講 再來就是氣溫的一個部分 也是 對 你現在想說 就是可能 我們裡面大概是25 6度 外面是 因為現在外面熱的話 真的大概就是34 5 6 7 8度 對 你一進到室內 你可能還不是25 6 你可能都會喬到19度 17度這麼低溫 對 又有一個研究數據告訴我們說 只要相差7度 你那種 刺激過敏的機會就大增 所以這兩個是正確的 是 優格 其實我們一般知道 其實吃優格 不論你是要拿它來減肥 或是調理我們的腸胃 就是因為我們要 補充好菌 這個部分補充好菌 補充益神菌 其實就是在調理 我們的一個 腸道的一個機能 消化道的一個功能 然後去讓我們腸道菌蟲比較好 其實我們有70%的 這個免疫細胞 都在我們的腸道 所以你透過優格 補充好菌 把你的腸胃機能調理好了 其實也在幫助我們調整體質 然後改善過敏的症狀 跟改善過敏的體質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營養師 是 因為我兒子他容易鼻塞 他過敏 他一過敏 眼睛癢 鼻子癢 喉嚨癢 耳朵都癢 後來因為聽了朋友跟我建議 我就讓我兒子吃益生菌 還有吃優格 他有改善 還有我本身 我自己 我容易過敏 年紀越大的毛病就越多 然後我也吃了益生菌 我個人 我吃了之後 我過敏急診值的頻率也變低了 是不是這個會比較 有幫助 是因為這樣子嗎 其實有幫助 只是說我覺得吃益生菌 它是一個正確的調理方式 但是我們不能拿它來救急 比如說我現在過敏發作 馬上吃 你就設定說 我現在吃了這一包 馬上就不打 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先來個正確的觀念好了 我們要去解決過敏的根本 第一個 你一定要先知道 你的過敏原是什麼 是 如果我已經知道 我就是對塵蠻 對黴菌 這麼明顯的東西 我是不是要保持乾爽 對 然後被單 枕頭套要常洗 或是說戴口罩 對室溫這種刺激 覺得很刺激的話 我就要去避免這樣的一個 環境溫差 再來當然我們的 飲食 營養要均衡 適度的運動 這個是最基本的 但是我們說透過好菌的補充 確實有越來越多的研究 這樣的一個證實 所以它是可以去解決 我們消化道的一個機能 去調整體質 但是怎麼選擇很重要 所以第一個 你可能要看它的一個 菌種的部分 以及它的 什麼叫定質率 就是我今天吃進去 它不是在嘴巴作用 我一定要讓它就是 經過重重的難關 能夠到我的消化道 對 這樣才叫做定質 它如果能夠順利地住下來 它才有機會 去 調整體質 去 改善你消化道的一個機能 去解決你過敏的一個問題 所以它需要做調理 所以要選擇有定質能力 而且是 所以我今天其實就要帶來一款 就是特別 它強調它的定質能力 可以整體提升我們的 一個防護力 這個東西它是由我們的 台大名譽教授潘子民教授 跟他的研發團隊所共同研發 是一個有身分證字號的郡株 對 所以是一個 太棒了 謝謝 想要分享給大家 謝謝阿姨 謝謝阿姨 嗨 這是我首相這個 其實它是 最適合我們東方人的體質 是 因為這個 它是怎麼來的 它是從 4000位 我們亞洲的健康寶寶 消化道所分離出來的菌株 然後它擁有非常高的定質率 高達95% 而且經過我們台灣 醫學的臨床研究 只要 非常的多 來改善我們消化道的 一個菌蟲生態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 幫我們來調整體質 還提升了 百分之六百的保護力 所以來 大家吃吃看吧 好 來 我們來吃吃看 來 好像喝羊樂多的 就覺得它風味很好吃對不對 吃羊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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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樂多用汁 它好綿密 很好吃 它味道很好 對 你有沒有感覺它的粉末 很綿密 對 很細對不對 其實這種粉末很細緻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特色 就表示它非常 我們要吃就是要吸收 對 這很重要 所以 這樣的一個粉末細緻的好吸收 就可以讓這個 也就是說它能夠非常順利 抵達到我們的消化道 對 抵達到消化道 而且很特別 它已經 連續8年 榮獲SMQ國家品質標章 並且在2022年的時候 榮獲 世界品質大賞 金獎的肯定 金獎 還有 它有 百味醫師的專業推薦 所以其實大家真的可以 很放心地吃 因為很重要 顧好消化道 油內 去 調理好你的體質 才能提升我們自身的 一個防護力 更有本錢去對抗現在 外在細菌 病毒 過敏源 這些外在的侵害 對 非常地重要 像吃我們抑生菌 需要注意什麼嗎 其實從 6個月的寶寶 到家裡 可能甚至有 99歲的長輩 其實都非常適合吃 所以是一家大小都適合吃的 因為 不論是我們要給寶寶 小朋友去 就是打底 調整體質 去打好它的一個基底 或是說 比如說像 我們三餐老師在外 就是都吃得不定時的話 對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促進新陳代謝 再來就是如果有這種 吃軟 不吃硬的 卡卡的引髮竹 對 可以透過它 讓它的 還有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一直Huchu Huchu 或是就是一直包水餃的 對 就是這個都快掉下來 有沒有 這種 過敏族的話 就可以透過這個 來調理我們消化道的一個機能 好棒 所以總之就是 全家大小 人人都需要 大家都一直會忙給大家 我再詢問一下 孕婦可以吃嗎 可以 我們H H 好 她不是幫自己問 嚇我一跳 好像三個月她都跟你說了 放鬆衝吧 嚇死我 有血了是不是 太棒了 謝謝娃姐 謝謝 好棒 精采的時刻來了 剛剛雨某答對 可以進入我們的 衣雪百寶箱 阿神 歸零 為什麼大家反應這麼熱烈 歸零嗎 最熱烈的最熱烈 歸零 裡面 五分之一的機率 我選到歸零 我有這麼衰嗎 有 五分之一 就是20%的機率 可以選到歸零 來個最不吉利的 四 四號 你確定要這麼不吉利嗎 歸零 反其道而行 反其道而行 你確定要這麼不吉利嗎 負負得正 希望她就勝負 我們看看四號 可以為你們帶來 什麼 就是這麼不吉利 就是 不吉利 加油 好厲害 太加兩百了 我今天的好運動可以遊玩 來 子婷 換我答題 答題好 選一個號碼 那我選8 8號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題型呢 還有 職場心酸題 我們剛進入到職場了 就像一隻 誤入叢林的小白兔 不知道前方的道路 是名是岸 可能會因為不經意的一句話 或一件事情 不小心成為別人霸凌的目標 他們請問 職場的哪種霸凌狀況 是最常發生的 一 刻意排擠孤立 二 言語嘲諷貶低 三 工作處處刁難 我自己是有發生 被工作處處刁難 真的 對 因為我剛進去球隊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練舞 會安排站位 然後有一次我記得是 比較資深的學姐 她就幫我安排比較接近 我想說是學姐安排的 我就不會有意義 我就自己去那個位置跳 可是覺得好像 有另外一個女生 其實她很想站那個C位 所以她在彩排的時候 廠商都在前面 她突然就對我大好說 邱子婷 你到底會不會跳 她突然就這樣子凶我 結果後來 幫我選那個位置的學姐 就跳出來說 沒有 她沒有跳錯 我們其他去別的商演 也是這個站位 然後也是這樣子的跳法 所以還好有學姐 幫我出來講話 不然遇到這種事情 真的很難過 尷尬 對 真的 妳是應該要站C位 因為妳的高度 站旁邊會看不太到 妳是在安慰 還在罵人家 我原語操控扁 妳看 說補一刀 妳被過來了 我剛剛是示範第二種情緒 等一下 她有給妳提示 我答案嗎 她有給妳提示 好 既然國賢哥他都提示我了 那我就選2好了 她的答案是2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沒有 對 要謝謝國賢哥 名分 妳的 來 我們來請教洪偉潔醫師 言語上的譏諷 這個東西是最常見 我們說的霸凌 不是一定真的是要 真的去攻擊人家 去打人家 在職場上面霸凌 各式各樣的形式都有 讓你覺得不快樂 不舒服 很委屈的 像是 這些統統都算 所以人力銀行 他曾經有去調查過 大概有8成3的人覺得 在職場上都被霸凌過 或多或少 或嚴重 言語的部分是最多的 是有56.9%的人覺得 都曾經經歷過 而且他又發現一件事 最容易霸凌的 第一個是 直接的直屬主管 第二個常見的就是 所以在職場上面 大家都多多少少會經歷 我們希望大家慢慢地 成長的過程 不要成為霸凌人家的那一個 言語嘲諷 我覺得真的是滿可怕的一件事情 怎麼說 因為以前我經歷過 真的嗎 剛剛開始 還有人敢這樣對你說 我們也曾經年輕過 蛤 太久 太久 我知道我一生出來就五十幾歲 當然不是 你剛出來的時候 都一定會經歷過 就是我們新人的時候 對 戲也不太會演 但是那時候都很有信心 覺得自己很會演 台語很會講 真的 所以就覺得自己很棒 但是一直 怎麼會有這種錯誤的認知 年輕嘛 不懂 剛出生會以為 對自己充滿自信 充滿自信 另外你拍第一次戲的時候 就發現 因為開始一次NG 就開始緊張了 會緊張 有一就會有二 然後就開始第二次NG 第三次NG 完蛋了 這星星崩盤 過三次之後 我跟你講 不是你自己覺得不行 是旁邊的人都覺得 你真的不行 然後導演就會開始罵 然後那時候都會罵說 第一次NG 導演會說 這個演員 請問是誰找來的 在第二次NG 他到底會不會演 在第三次NG 是 是不是 可以把它換掉 真的 你知道 那種現場 你知道聽到這種 他在講這些話 你知道那個壓力就很大 你就越想把演好 但是越想演好 越演不好 就越來越緊張 然後就NG五 六 四之後 導演開始 開始這樣 剛開始是言語先80米 後來他也用語80米 他直接用三字心問候 會 言語心問候30分鐘 我跟你講那時候我真的是 你 想如果有洞 我一定 真的很想挖個地洞轉進去 而且我會想把自己打死 所以那時候就一度想 有這麼嚴重嗎 有 所以那時候我就差不多 憂鬱了 有差不多 至少一年以上 你就不敢再接任何的工作 因為你就怕說 再遇到這樣的情況 然後被人家去講 其實我剛剛也拍戲的時候 也遇過這樣的狀況 而且我是被導演直接罵說 你到底會不會拍戲 你回家吧你 對 真的 就是 就是那種破口大罵的 你連花瓶都不如 天啊 對 發生人 發生人 我是聽過一句就是 我寧願你當一個花瓶 我也不要你在旁邊講廢話 好痛喔 我有聽過這樣子的話 真的 但我覺得這都是學習的過程 對 畢竟我現在也可以當一個 是不是 實力派對的 在講什麼 在講什麼的花瓶 漂亮 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OK的 就是喜歡你樂觀 我們現在進到的這個 一選方法 下 來 來 來 選個號碼吧 我選六號了 六號 三 三 有上來的 加三還是加最高分 最多的 真的 來 我們來看看 大家最害怕的歸零在哪裡 我猜在8 我覺得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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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剩下的機會命還有哪一些呢 2號我們來看看是什麼 加200分 8號 加200分 好棒喔 好了 所有答題都已經結束 我們接下來統計分數 好的 終於到了公佈成績的時刻了 今天的第四名 就是我們的新手爸爸 國賢哥 對 我只是四名 我們不是超越高 300分 300還是最後一名 真的 這種忙都可以急 對 我自己忙其實這樣子 辛苦你了 我們幾乎都大了 辛苦你了 我們今天的冠軍 毫無疑問的就是 朱與摩得到960分 謝謝 好厲害 超多的 我們這個加分體加太多了 第二名是兩位並列 也是布蘭妮媽媽跟梓婷 都得到了400分 所以恭喜雨嬤 今天可以得到 我們的每日幻顏定 以及提升保護力的 益生菌 還有每天蓋蓋粉 好的 六月的畢業潮 祝福 踏出校園的社會新鮮人 都能找到好的工作 而上班族的每一位 都要顧好我們的消化道 告別沒有菜菜色的工作情緒 當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健康知識 一定要持續鎖定 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再見了 恭喜 恭喜… 謝謝… 好高分喔 超強的 謝謝…